第一签零三十二章回归母星 这是后话 行了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 我会向司令汇报 看能不能特批你返回母星 我先走了 你也会去休息吧 一边说着 严心河就开始收拾桌子上的所有资料 收拾完了就往外走 舰长 您这是 蓝轩宇疑惑地看住他这么大的空元金 是无价之宝啊 哪能放在咱们这儿 我要立刻上交母舰 你先回去休息吧 然后等我消息说完 严心河就匆匆走了 蓝轩宇赶忙在他后面喊道 舰长 现在七十六号星球已经被炸了 空元金的价格 哪怕是在天龙星上也是持续飙升的 您可要多为我们争取一些功劳啊 知道了 知道了严心河头也不回地走了 蓝轩宇带回来的这些东西 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只是空元金 那些资料也很重要 如果确定是龙马星系的各方面内容 价值之大 不在空元金之下 最重要的是 蓝轩宇还在天龙星上保留了一个合法身份 这就意味住 未来他还能返回到天龙星去 蓝轩宇乘坐穿梭车返回到住处 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消息了 总算回到了安全的地方 自然是要抓紧时间修炼 生生不息果已经成为了他们修炼的标配 还有带出来的海神湖水 因为考虑到很快就有可能返回母星 蓝轩宇索性把这次带出来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修炼使用 虽然消耗会大 但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令蓝轩宇没想到的是 这一等 居然就是整整两天的时间 直到两天后 严心河才再次将他叫到了会议室 轩宇 你能确定你在天龙星上的那个身份一直能够保持吗 如果天龙星那些超神级强者返回到天龙星 有没有可能发现你们 严心河开门见山的问道 蓝轩宇道 我的身份应该毫无问题 我基本可以保证 就算是天龙也发现不了我们的问题 除非是面对面近距离见到如果是第一次进入天龙星的时候 他是绝没有这种把握的 天龙身为超神级强者 而天龙星的生命本源也肯定是超级层次的存在 这二者相辅相成 很可能能够感受到整个星球上任何细微的变化 尤其是对外来者 肯定会非常敏感 就算是阿宝的幻化能力也未必有用 但有了上次潜入天龙星的经历之后 一切就都变得不一样了 龙族气息足以遮掩一切 无论是阿宝的模拟幻化 还是蓝轩宇本身纯粹的龙族气息 都能让天龙星不排斥他们 将他们当成自己人 只要不去天龙城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更何况 天龙星的内乱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 蓝轩宇昨天还听说 天龙星那边似乎是内讧了 好像有战舰打起来了 很显然 玉空族并没有被说服 内乱还是出现 现在的天龙 一定正头疼地解决所有问题 就算是有强大的龙骑士在 玉空族也不是好对付的 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会注意他们 天龙城暂时蓝轩宇 他们是绝对不会前往的 他们完全可以在封龙城持续发展 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他才会向严新河保证 好 很好 你们的功勋司令 已经替你们申请了 大功一件 具体奖励 还要等之后确认下来 才能发放给你们 但毫无疑问 你这次鞠躬至尾 虽然为了隐藏你这次的收获 联邦没法公开对你进行表彰 但功劳之大 不逊色于上次龙原金事件 同时 经过联邦高层和军方高层讨论 也通知了你们学院 天龙星潜伏计划成立 第七舰队方面 将全力配合你进行潜伏 你需要任何资源 都可以向舰队提出 舰队将为你提供 以换取联邦所需要的资源 还有 你的假期批准了 你可以先返回母星一趟 具体时间你自己制定 前提条件是 不能影响到你在天龙星的持续潜伏 明白蓝轩宇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潜入天龙星 对于斗罗联邦来说 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 联邦方面是不可能放过的 这次他带回来的这块空原金和资料 一定会让联邦和龙马星系之间的对峙 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越是了解对手 才能越有对抗的把握 没有过多的耽搁 蓝轩宇和颜辛和又商量了一些细节 尤其是需要第七舰队给他准备的资源之后 立刻出发 驾驶着33天翼战舰 带着伙伴们返回母星 返回的当然不会是33天翼全体 只有他们七个人 为了他们的离开 第七舰队甚至都朝着联邦的方向 撤退了一段距离 进入到联邦空域之后 才让他们单独行动 返回母星 可见此时联邦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来到第七舰队一共也没多长时间 可就是这短暂的时间 蓝轩宇却已经再次立下大功 更重要的是 他要集住这次立功的机会 以及所获取的资源 要进行对他们来说 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争取成为史莱克七怪 至少为成为史莱克七怪奠定基础 蓝轩宇相信 在史莱克七怪的竞争之中 个体实力固然非常重要 但更重要的还是对于联邦 对学院所做出的贡献 在这方面 他有绝对的信心 33天翼战舰 全速飞行 直奔母星方向而去 在抵达母星之前 蓝轩宇没有和任何人联系 现在33天翼战舰 已经在龙三那边登记了 他也无法肯定 通讯系统是否安全 一切还是等回去之后 见面再说 一路平安 在蓝轩宇 不惜耗费能量的全速飞行之下 又七天 他们终于回到了母星 战舰缓缓地 在史莱克宇航中心降落 熟悉的气息 又一次传入船舱之中 令蓝轩宇七人 都有种全身毛孔张开的感觉 虽然天龙星的生命能量更加浓郁 可只有斗罗星的生命气息 对他们来说 才是最为亲切的 下了飞船 他们还没走出宇航中心 蓝轩宇的浑倒通讯器 就响了起来 阴院长 蓝轩宇接通通讯 蓝轩宇 你怎么回事 难道你从第七舰队临阵脱逃了 阴洛宇充满震惊的声音 从通讯器中传来 蓝轩宇赶忙道 怎么可能 院长您放心 我是被特批回来的 因为有重要情况向学院反馈 汪院长应该知道一些我们的情况 您看能不能请一下汪院长 我有事情希望向他当面汇报 阴洛宇是刚刚接到宇航中心的通知 33天一战舰竟然回来了 接到这个消息 住时是吓了他一跳 临阵脱逃是什么罪过 他再清楚不过了 好 先回来再说 我通知老师 院长急了吧 哈哈前蕾笑呵呵地说道 蓝轩宇也笑了 我们这一共没走两个月 突然回来了 他肯定是会吓一跳的 不过关于我们潜入天龙星的事情 虽然学院知道 但恐怕也只是局限于少数人了 可见这件事的重要性 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设想在进行 这次回来 我们可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第100033章永恒天空城 反正我们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刘峰坚定地说道 从当初离开天罗星开始 他就一直跟住蓝轩宇 对于蓝轩宇的决定 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一路走来 现在他都已经是七环浑圣了 还是忠孝军官 虽然没有蓝轩宇少将那么夸张 可别忘了 刘峰他们也还都不到19岁啊 就像以前大家经常说的 班长就从来都没有做错过选择 跟住班长混 肯定没错 这现在就是33天翼的共识 乘车返回史莱克学院 蓝轩宇七人低调地进了学院大门 不过 进门之后 他们想低调也低调不了了 因为雷神斗罗汪天宇 已经站在校门内等住他们 和汪天宇在一起的 还有殷洛宏以及唐振华 从殷洛宏 唐振华有些茫然的表情来看 他们显然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汪天宇并没有将具体的事情告诉他们 汪阁主 院长 老师 蓝轩宇向三人一一行礼 是金字总会发光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汪天宇眼含深意地看了蓝轩宇一眼 然后他转向殷洛宏和唐振华 道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他们几个需要跟我去内院一趟 是唐振华和殷洛宏恭敬地答应了一声 看住蓝轩宇七人的眼神中满是疑惑 虽说他们这次参军是一次历练 并不是真的加入军方 可在军队之中就是军人 哪有参加宇宙舰队 才不到两个月就回来的 要知道 往返飞行的时间 可能都比他们在军队的时间更多一些吧 汪天宇没有多言 大手一挥 一股强盛的魂力波动 顿时从他身上绽放开来 蓝轩宇七人只觉得身体周围 一股强烈的束缚感传来 已经将他们七人全都包袱在内 下一瞬 众人被汪天宇带着腾身而起 向空中飞去 脚下的学院渐渐变小 海神湖出现在视野之中 然后也渐渐变小 前方的永恒之数则是在逐渐变大 蓝轩宇七人的气息不禁都有些急促起来 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正在向上飞升 飞升的方向正是史莱克学院真正的核心 也是所有魂师向往的圣地 史莱克学院内院永恒天空城 汪天宇没有说话 也没有询问 只是带着七人持续飞行 其实蓝轩宇他们七个自己也有飞行能力 但在这个时候也只能老老实实地被汪天宇带着 前方的树干不断变大 到了永恒之树前方 开始改位向上飞行 周围的空气开始逐渐变得稀薄起来 但生命气息却在不断变得更加浓郁 云雾飘渺 空气变得湿润起来 他们身体周围一度被白云包覆 看不清周围的一切 可这却丝毫无法影响到他们内心的兴奋 永恒天空城啊 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来到永恒天空城啊 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美妙的事情呢 蓝轩宇一直抬着头 向上看住 终于 他们冲出了云雾 遮天蔽日的巨大树干呈现在眼前 那巨大的树干上 每一根粗壮的树枝都散发着淡淡的金色 每一片叶子都彭扶是翡翠雕筑而成的一般 浓郁至极的生命气息犹如实质 蓝轩宇身体周围开始出现绿莹的光芒 那是一个个生命精灵在围绕着他的身体环绕 环绕在他身边 甚至是承托住他的身体 汪天宇看了他一眼 依旧什么都没有说 他们已经到了树冠境前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前方茂密无比的枝叶突然散开 露出一条通道 任由八人穿入 变换出一条完全由枝叶组成的通道 八人顺着这条通道笔直向上 足足又飞行了许久 才从那浓密的枝叶之间传出 此时此刻 蓝轩宇七人都有种熏熏欲醉的感觉 实在是这里的生命能量太过于浓郁了 浓郁到他们的身体 意识之间都有些接受不了的情况 蓝轩宇是相对较好的一个 但也同样大脑眩晕 身为生命学派掌舵者 他的身体受到生命精灵的眷顾 吸收的生命能量是最为浓郁的 此时此刻 以他拥有笼合的血脉漩涡 都已经有了一种保障的感觉 七个人脚踏实地 好不容易定了定神 才从那眩晕的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定睛在看时 顿时发现 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之中 周围是淡淡的云雾环绕 闭合的枝叶平整的行政地面 一条街道笔直延伸 身后是一根根粗壮的树枝 如同大树一般自然形成对外的屏障 从高空俯瞰的时候 有时从战舰上 也能看到一些这里的端倪 却总是虚幻而不那么清晰的 而此时此刻 当他们真正来到这里 来到这神秘的永恒天空城 才终于亏得全貌 平整的街道一直向内延伸 看看地面 真的有种神奇的感觉 那分明是一根根树枝 和无数树叶组成 可却就是那么平整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令他们归整似的 顺着街道向内看去 他们彷復来到了一个古朴的世界 亭台楼阁 那一座座由树枝形成的房子上 都有着装饰 就像是回到上古时代 那个浑石未亡的世界 在这里 感受不到任何金属的气息 而那极其浓郁的生命力 自然而然地在上空 形成一层阴晕 而略微扭曲波动的光运 这里的生命力浓郁程度 何止是外院的数倍 每一个生命精灵 都彷復在呼唤住他们 自由地在他们身体上穿梭 汪天宇走在前面 蓝轩与七人赶忙跟上 直到此时 他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自己已经是内院弟子了 每一步跨出 周围的景物 似乎都在变换住 一步步向前 一步一紧 像是来到了茂密的森林 又像是进入了一个玄奇的世界 在这奇妙的世界中 每时每刻 似乎都有无数的生命在诞生 街道宽阔 一直向内延伸 蓝轩宇他们惊讶地 看到了一座小山 是的 在永恒天空城内 竟然有一座山 由一根根树枝 凝聚而成的山 山上有着一栋栋的小屋 它们组合在一起 有种丛林城堡的感觉 又是靠近这座山 生命栖息的浓郁程度 也就越发强盛几分 周围的光彩 也越来越变成翠绿色 不只是蓝轩宇身体周围 萦绕着生命精灵 这里所有的一切 似乎根本就是 由生命精灵组成的似的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 对于蓝轩宇的感触 尤其深刻 自从突破了五环之后 她的魂力提升速度 其实还可以 后继薄发 突破那一瞬间 她的魂力就提升了不少 森罗星冰火两一眼 和那些天才地宝 带来的好处 完全发挥出来 全都是十万年的魂环 也一下让她的整体修为 提升了一大截 这也是为什么 她能够媲美八环的重要原因 在天龙星的时候 虽然她并没有战斗过 但她却能明显感觉到 在那种生命气息 极为浓郁的地方 她的战斗力 一定会有所攀升 这就是生命 清和体质的好处 第一千零三十四章 黄金古树海神阁 汪天宇带着他们走到那座小山前方 她停下脚步 双手在身前画画 一股强盛无匹的精神力 或者说是神石 从她身上绽放出来 前方那一根根组成小山的树枝 突然向两侧裂开 露出一个不算太大的入口 金灿灿的光运 从里面散发出来 那竟然是一道金色门户 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 跟我来汪天宇说道 然后一步跨出 就走进了那金色门户之中 消失不见 蓝轩宇七人赶忙跟上 一个接一个地步入到那扇门户之中 当蓝轩宇一步跨入这扇门户之后 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周围的一切 突然都变得虚幻起来 轻微地扭曲住 原本浓郁的生命气息 也随着消失了 下一瞬 她就已经脚踏实地 等她看清眼前的一切时 不禁有些呆滞 这是一座小岛 没错 就是小岛 小岛坐落在一片湖水之上 这片湖水呈现为澄澈的碧绿色 虽然这里没有浓郁的生命气息 但当蓝轩宇的目光 落在那湖水上的时候 不禁流露出骇然之色 因为她能清晰地感觉到 在那湖水中所蕴含的 是不知道如何压缩而成 近乎实质一般的生命能量 而就在这些生命能量中央乘在中央 一座小岛虚悬在那里 岛屿上有一株大树 金色的大树 正是从它上面散发出的金色光芒 才将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照耀成了金色 蓝轩宇 他们现在就站在小岛的边缘 那株金色大树非常巨大 一根根粗壮的树根从下面钻出 在大树下方 自然而然地构建出了一座树屋 没错 就是树屋 树屋很大 分位两层 样式古朴 它完全是由那株金色大树形成的 却没有半分的违和感 蓝轩宇七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但也能猜得到 这里应该是学院最核心的所在了 永恒天空城的核心 汪天宇回身看向他们 这里是永恒天空城的内城 你们面前的这株金色大树 是黄金之树 这座木屋就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海神阁此言一出 蓝轩宇七人不禁都为之倒吸一口凉气 海神阁 这里竟然就是海神阁吗 有关于海神阁的传说实在是太多 太多 只要是魂师 就没有不知道海神阁的存在的 这是魂师们向往的圣地 每一位海神阁成员 都是史莱克学院的绝对核心 更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海神阁有多少位成员 无人得知 但海神阁可是被誉为 斗罗联邦最强大的存在 无论是唐门 战神殿还是传灵塔 和海神阁比起来 都要排名靠后 进来把汪天宇向他们招了招手 然后率先朝住黄金古树下的树屋走去 当蓝轩宇七人走到境前的时候 果然看到 在那树屋门前 悬挂着一个小小的木质匾额 上面写的正是海神阁三个字 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在七人心头攀升 海神阁能够来到这里 他们心头已经充满了荣耀的感觉 走进木屋 没有想象中的华丽 或者是更加奇异的景象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客厅 客厅内的光线很足 因为周围的墙壁 房顶 乃至于地面 都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运 也将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照耀成了金色 客厅中央有一张长桌 长桌两侧 各自摆着九个位置 最前端还有一个位置 加起来一共是十九张木质的椅子 汪天宇道 你们稍等一下 我通知诸位海神阁成员到来 蓝轩宇忍不住道 阁主 我们难道是参加海神阁会议 汪天宇听他这么一问 顿时笑了 参加海神阁会议 你们的资格还不够 只能说是列席会议 或者说是被会议询问 希望不久的将来 在这里有你们一席之地 说完这句话 他的神 十已经向外释放而出 蓝轩宇七人退到一侧 并肩站立 七人面面相去 谁都看得出彼此眼神中的那份亢奋 就算是最沉稳的蓝轩宇也不例外 这可是海神阁会议啊 传说中的海神阁会议 曾经多次决定过 整个联邦的未来发展方向 每一次的决策 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也没想到 这次回来 竟然能够参加海神阁会议 汪天宇走到左侧的第四个位置坐了下来 显然 那就是他的专属位置 海神阁内 这张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长桌两侧 每一个位置所代表的意义 显然都是不一样的 和在海神阁内的话语权息息相关 时间不长 一道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蓝轩宇欺人 他顿时笑了 臭小子 回来得挺快啊 听说这次你可是折腾得不轻 把联邦都给惊动了 来得不是别人 正是树老 树老看上去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似乎更加苍老了几分 唯有双眸依旧闪闪发光 蓝轩宇赶忙上前向树老行礼 树老拍拍他的肩膀 待会好好说 尤其是有关天龙心的事 学院也很感兴趣 对咱们生命学派也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是树老说完 就在汪天宇对面坐了下来 也就是右手边的第四个位置 看住他们坐的位置 蓝轩宇不禁暗暗心惊 要知道 树老和汪天宇都是海神阁副阁主的身份 却只能坐在两侧的第四位 也就是说 在他们上面 还有七位地位更高的存在 除了有一位必然是海神阁阁主之外 其他六人又会是谁呢 带着这样疑惑和好奇的心情 他们继续等待 陆陆续续的 开始有人进来了 而且 还有熟人 孟非和唐淼结霸而来 这两位唐门斗罗店的政府店主进门之后 蓝轩宇七人也是赶忙行礼 唐淼坐在了左侧第六个位置 而孟非则是坐在了左侧第三个位置 显现出他要比汪天宇更高一些的地位 很快 又有一名中年人走了进来 他看上去相貌普通 但蓝轩宇却从未见过 一切都看上去平平常常 身上也没有任何气息流露出来 就像是一名普通人似的 但是 当他走进来之后 除了树老之外 孟非 汪天宇和唐淼却都站了起来 恭敬地叫了一声 大哥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向他们摆了摆手 然后来到树老面前 树老 好久不见了看到他 树老也是一脸的惊讶 你也回来了 是啊 不回来不行啊 有这么重要的情报 我总要回来听听 待会儿就听这几位小朋友 讲述了说着 他朝着蓝轩宇七人笑了笑 蓝轩宇七人赶忙行礼 虽然不知道这位是谁 但在他们心中 还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能够被那三位称为大哥 这位要是什么层次的实力和身份 联想起当初树老曾经说过的 这一代史莱克七怪 难道说 眼前这位看上去不起眼的中年人 竟是这一代史莱克七怪之首 也只有如此 才能解释得清楚孟非 汪天宇 唐淼三位对他的称呼了 第1035章海神阁会议 中年人走到左侧 在孟非上手位置坐了下来 孟非凑过头去 低声和他说着什么 中年人微微点头 脸上始终都带着和煦的微笑 他坐的位置 是左侧的第二位 此时 又有两位走了进来 这位进来 在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恭敬地道 阁主那是一名脸上戴着面具的女子 身上穿着长袍 隐约能看出身材娇好 一老跟在他身后 两人一同进来 走在前面的女子 向在场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又看向蓝轩宇七人 七人赶忙恭敬行礼 阁主 海神阁阁主 当今联邦第一人 竟然是女性 海神阁主身后跟住的 正是蓝轩宇曾经见过的 真神级强者 一老 比树老还要更加资深的存在 而让蓝轩宇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海神阁阁主 并没有坐在那个主位处 而是走到了先前那名中年男子身边 中年男子站起身 恭敬地向他说了几句什么 是以传音的方式 所以蓝轩宇他们听不到 然后 这位阁主 竟然就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也就是左侧的第一位 并不是主位 海神阁主 在海神阁会议上不坐主位 那这主位是什么情况 而一老则是走到对面 在右侧的第二位位置处坐了下来 海神阁主淡淡地道 今天就这些人了 开始吧 是汪天宇恭敬地应了一声 然后将目光投向蓝轩宇七人 道 这场战争 我们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在谈判过程中 联邦也攫取了不小的利益 有关你们的情况 学院这边也知道了大概 炸了玉空族的76号星 又潜入天龙星内部 获得了一枚体积庞大的空元晶 尤其是潜入了天龙星内部 获取众多资料 联邦政府那边 从最初对你们的莽撞反感到之后的惊喜 可以说 你们充分地搅动了龙马星系内部 尤其是霍水东营的做法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联邦最顶尖的高层之中 认可你们的人 比反对你们的人更多一些 给予你们的奖励 很可能会是来自于斗天部的级别和积分 今天专门为你们召开海神阁会议 是专门为了你们 学院想要听一听 除了联邦知道的情况之外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 以及一些细节问题 由你先讲述 之后 诸位海神阁成员会向你提问 是蓝轩宇恭敬达到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后 道 那就从这场战争开始讲起 这场战争发起的原因 是因为当初的龙元金事件 联邦计划通过龙元金事件 给予龙马星系以反击 在第七舰队与龙马星系舰队大战的时候 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让敌人冒进 从而重创敌军汪天宇打断他 道 这些我们都知道 我们需要听你说一些 学院不知道的情况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在场中卫的表情 却都变得有些精彩起来 因为龙元金事件事实上 也是蓝轩宇他们搞出来的 也就是说 最近这场大战 从开始到后来的变化 几乎全都和这群年轻人有关 是蓝轩宇接着道 我们被分配到了 联邦第七舰队的龙三战舰上 大战结束后 龙三战舰舰长 严新和上将 给予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度 让我们在龙马星系 自由行动 获取资源 我一直都记得 空元金对于联邦的重要性 对于学院和堂门的重要 就计划前往那边 看看有没有可能 获得一些空元金接下来 他 就把自己如何凭借 寻宝兽的幻化 带着伙伴们潜入76号星球 并且放下龙之怒 准备留个后手撤离的过程 讲述了一遍 但却隐瞒了 有关于空之虫的情况 空之虫实在是太过重要 而且关系到曾经的神界 不是蓝轩宇自私 而是他觉得空之虫一旦暴露 对学院来说未必是好事 还是要放在他最信任的地方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听他讲述 整个引爆76号星球的过程 在场众位海神阁成员 都不经为之动容 那位蓝轩宇不认识的中年人 忍不住笑着道 后生可畏 真的是后生可畏啊 离开76号星球后 我判断玉空族 第一个怀疑对象 一定是联邦舰队 所以就朝着反方向撤出 那时候我就想 我们既然能够潜入76号星球 这样严密的防守 是不是也可以到龙马星系的 首都星去看看呢 在那里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 最重要的是 把炸毁76号星球的事 想办法栽赃给他们 如果能够引起龙马星系内乱 对于联邦来说 自然就是大好事了 对于在天龙星的整个过程 蓝轩宇讲述的更加详细 他们如何潜入冒充蓝海族人 如何让白秀秀施展武魂真身 假冒龙族 如何在天龙星换取各种资源 并且获得空元经 如何参加拍卖会 忽悠黄元朗 除了最后是利用空之虫 引动的内乱之外 其他的过程 全都事无巨细地讲了一遍 这是联邦那边并不清楚的过程 听到蓝轩宇他们整个潜入过程 并且获得了身份 在场众位海神阁成员之中 除了阁主和一老之外 都不禁眼中一彩连连 就差拍案叫绝了 这次我们选择请假回来 主要是希望能够将这次 获取的资源都带回来 交给学院 这些东西留在学院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除了七彩金比较适合我修炼 我留下了之外 其他的 全部上脚一边说着 蓝轩宇走到海神阁会议的长桌前 伸出手 命运之环上光芒闪烁 一颗颗荧光灿灿的空元晶 就出现在了桌子上 每一颗都有拳头大小 晶莹剔透 周围的空间顿时扭曲起来 唐苗忍不住了 一下就站了起来 身上有蓝色光运荡漾而出 将那十颗空元晶全部笼罩在内 压制住空间波动 是空元晶 天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空元晶 本来我还说 轩宇这小子怎么这么傻 那么大一块空元晶竟然给了联邦 却没想到 他却拿了十倍回来 哈哈 这下 咱们唐门的空间研究 一定能够晋升几个大台阶了十颗空元晶 令整个海神阁会议都为之震撼 其他的资源蓝轩宇没有一下都拿出来 这里毕竟是海神阁 弄得乱糟糟的总不太好 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请各位前辈提问蓝轩宇退回自己先前的位置 一脸恭敬地说道 海神阁主看了他一眼 道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坐在他下手的那位中年人看向蓝轩宇道 从你刚才的讲述来看 这次回去之后 你还是计划重返天龙星 继续经营你们在天龙星上的身份 对吧 蓝轩宇点了点头 道 是的 天龙星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潜伏在那里 尤其是通过交易的方式 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更大量的资源 不过 空元金未来恐怕就很难了 这次遇空族几乎是倾巢而出 我判断 最终天龙星方面还是会和他们和解 毕竟有联邦这个外地存在 空元金的价格 在龙马星系也必定会攀升到一个极高的程度 想要获得很难 但其他资源 尤其是稀有金属 矿产资源 应该不难 联邦那边的意思 也是希望我们重新潜入 并且会提供给我们用来进行交换的资源 这个唯有把握获得最大的利益 一部分上交给联邦 另一部分带回来给学院和咱们堂门 第100036章那一抹银色光彩 中年人继续问道 安全性能保证吗 蓝轩宇沉默了一下后 道 以我们的实力 在天龙星上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安全性了 毕竟那是有超神级强者存在的地方 所以短时间内我们不会再去天龙城 天龙星首座天龙是超神级强者 而且曾经见过我 近距离接触 我觉得他肯定能认出我 但如果只是在风龙城经营的话 我有一定的把握不会发现 而且 明面上出面的是秀秀 尚未龙族的身份掩饰 对他来说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才继续道 我们这次回来 还有一件事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学院的支持 让大家的实力更进一步 只有实力更强 才能有更好的自保能力 我想 这次我们带回来的资源 应该也能换取不少徽帐 我们希望学院能向我们开放更高层次的库存 让我们兑换一些适合自己修炼的天才地宝 提升之后 我们再回去中年人微微一笑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而且是良性循环 我没记错的话 翠魔战舰在你那里是吧 蓝轩宇点了点头 中年人转向海神阁主 道 我问完了孟非接口道 轩宇 你的想法非常好 但我必须要说的是 你们这次所做的一切 还是太过于冒险 这种冒险的行动 随时都有可能让你们被置之于死地 这是不可取的 当然 这次你们所获得的功劳 无庸置疑 我想知道的是 在这次行动之中 你有多少把握 才决定这么做的 蓝轩宇道 把握性其实时刻都在变化 我们决定前往76号星球的时候 有所收获的把握不到30% 但全身而退的把握 我有80%以上 潜入天龙星 全身而退的把握 我有90% 随着在天龙星逐步获取身份 已陷在天龙星上的内乱程度 短时间内 安全方面应该没问题 中年男子道 从他刚才讲述的整个过程就能看出 这孩子心思缜密 有勇有谋 他的把握性可能比他说的 还要更高一些孟非道 我的问题问完了 汪天宇道 从目前来看 潜入天龙星 更多地了解龙马星系 获取资源 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龙骑士 天马骑士这些机密 联邦之前完全都不知道 证明龙马星系 对我们的信息封锁 做得还是非常严密的 这次轩宇带回来的那些资料 在我看来 比这些空元晶 甚至还更有价值 这次战争 我们本身就占据了优势 短时间内 龙马星系方面 应该也没什么办法对付我们 先要解决内部问题 我认为 潜入可以持续进行 你有 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吗 海神阁主道 没有汪天宇道 唐辽也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没问题 术老道 轩宇 你说你察觉到 天龙星上的生命核心 比我们永恒之术 还要更强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还有你说在天龙城上空 有不明的力量似乎在呼唤你 又很危险 这个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很可能是天龙城上空 有一处小空间 以你现在的实力 千万不要接近那里 有关于天龙城的生命能量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尝试带一些回来 那是一个能诞生 超神级强者的星球 那里的生命能量 对于永恒之术来说 也会非常有帮助蓝轩宇道 虽然我们在天龙星上停留的 时间不长 但却对那里印象深刻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将那里变成我们的行政星 对于联邦来说 必定会是里程碑一般的发展进步 尤其是天龙星还有相邻的天马星 庞大的资源简直无法想象 一老道 这次龙马星系前来谈判的代表中 足有四位超神级强者 想要通过战争来争夺这两颗星球 这四座大山是必须要翻过去的 否则的话 他们也同样有负面联邦的可能 四位超神级强者 听了一老的话 蓝轩宇心头一震 不禁有些骇然 龙马星系的个体强大 还要超过他的意料之外 海神阁主淡淡地道 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在天龙星 天马星修炼 有助于进化听了这句话 蓝轩宇不禁心中一动 海神阁主的意思很明显 也就是说 在天龙星如果有机会 获得修炼资源的话 很可能会让他们的实力 提升得更快 黄元朗就曾经向白秀秀表示过 会提供给他修炼成为龙骑士的方法 这其中 或许就有很多奥妙存在了 想到这里 他不禁点了点头 道 挖掘天龙星的秘密 了解他们 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所以请阁主和各位前辈放心 我们在天龙星 一定不会莽撞行事 相比喻破坏 更重要的是了解蓝轩宇 自己也知道 在这方面 自己的口碑不是太好 炸星球这种事 毕竟会给人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就像舰队那边 也比较担心 炸了就炸了 没什么 不炸了 还留给敌人 让他们壮大吗 海神阁主 淡淡地说道 就算是天龙星 天马星 这种地方 如果最终无法得到 不如就毁了 嗨嗨 嗨嗨一老连续咳嗽两声 看向海神阁主 海神阁主突然笑了 怎么 怕我教坏孩子们 别忘了 他是谁的儿子 那是我能教坏的吗 你们都问完了没有 周围海神阁成员纷纷汗手 海神阁主道 既然你们问完了 最后是我 蓝轩宇 你们这次的行动 海神阁给予你们极高的评价 你刚刚的要求 学院会满足你们 你们所带回来的资源 获得的功劳 学院都会为你们兑换成修炼资源 根据你们每个人的特点 给予你们 之后你们返回第七舰队 具体行动 你们自行决定 就这样 谢谢阁主蓝轩宇 大喜 他回来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嗯 散会吧 天宇 你负责落实海神阁主站起身 汪天宇道 是海神阁主再次看向蓝轩宇 道 你父亲闭关的地方就在楼上 他也知道你回来了 你可以去找他一趟乐叔叔在楼上 蓝轩宇心中一动 是 阁主海神阁主在一老的陪同下 率先走了出去 然后才是其他人 那位中年男子经过蓝轩宇 他们生前的时候 满是欣赏地看住他 道 不错 以后就等你们接班了说完 他这才大步走了出去 接班 接什么班 史莱克七怪 蓝轩宇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虽然这次海神阁会议上 并没有谈论有关于史莱克七怪的事 但他知道 自己七人能够列席海神阁会议 就已经代表着很多事了 尤其是这次 还有这么多资源的上交 那时梅空元经 从唐苗的表情就能看出 对于这些高层是多么震撼 这样的功劳能够兑换什么 二明曾经说过 唐门掌控住真正的冰火两一眼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去那里修炼 以突破六环 他自己也很期待 六环之后 自己的魂环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见乐叔叔蓝轩宇向伙伴们交代了一句 汪天宇道 二楼 左侧最里面的一间 谢谢汪阁主蓝轩宇恭敬行礼之后 快速上楼去了 树老面带微笑地目从他上楼 自言自语地道 精灵岂是池中雾 一遇风云变化龙 这孩子 变化的速度恐怕 比我们所有人想象中都要更快啊 天龙星 或许就是他成长的跳板 蓝轩宇快速登上楼梯 来到了史莱克学院海神阁的二楼 二楼很宁静 楼道不算宽阔 楼道两侧是窗 窗外是垂下的金色枝条和树叶 蓝轩宇转左 快速来到最里面的房间 在房门上轻轻地敲了敲 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竟来把蓝轩宇深吸口气 推门而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抹银色光彩 他的眼神顿时吃了 第1037章一家三口 海神阁二楼的这个房间不大 只有30平米左右 房间内甚至没有什么装饰 连床都没有 银色的巨蛋就那么注立在房间正中 上面的纹路似乎比上次见到的时候 更加清晰了几分 看到这枚银色巨蛋 蓝轩宇顿时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快速地上前几步 在那巨蛋一侧 唐武林盘西坐在那里 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长袍 蓝色长发自然垂在身后 当蓝轩宇看到他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乐叔叔的眼神似乎更加澄澈 也更加犀利了 乐叔叔 娜娜老师他 蓝轩宇的声音一下就哽咽了 无论是在76号星球 还是在天龙星 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 他都能冷静对待 可是当他看到面前这银色巨蛋 看到坐在巨蛋前方的乐公子时 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唐武林飘然而起 来到蓝轩宇面前 张开双臂给了他一个拥抱 不用担心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对他来说 这次也并不完全是坏事 愣愣蓝轩宇连连点头 在乐公子的拥抱下 他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刚才你们在楼下的交谈 我都听到了 你这次做得不错 我们人类有一句古话 叫做富贵险中求 冒险也是一种拼搏精神 我能告诉你的是 无论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先考虑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这个最坏的结果你能接受 那就大胆去做 就算失败了又如何呢 没有谁能一番风顺的成功 失败的过程 同样也是进步的过程 所以按照你的本心去做 无论是我还是你的娜娜老师 都会在你背后支持你的 愣愣蓝轩宇连连点头 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交流 哪怕是父子之间 也不会有那么多担忧和叮嘱 有的只是支持 唐武林道 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提升你们的修为吧 尤其是你自己 在敌人的地方 你目前的实力确实不够 这次龙马星系的强者来谈判 我释放出气息和他们碰撞过一次 感受得到他们的实力 确实很强 你的每次突破 尤其是越往后面的突破 将要面对的难度都会更大 所以需要资源的堆积和积累 任何强者的修炼 其实都是如此的 你爷爷那一代是如此 我这一代是如此 到了你 也是一样 其他人的突破 可以单纯地通过天才地宝来帮助 但你不一样 看到外面的湖泊了吗 看到 那 高度浓缩的生命能量 蓝轩宇点点头 那些 都是斗罗星的本源生命力 可以说 整个星球的生命能量 都凝聚在了这里 并且在永恒之术的作用下 通过吸收宇宙之中的能量 来积累 当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斗罗星就有可能再次进化 而这个过程 往往是要以万年卫单位进行计算的 一万年前 我们打败了深渊卫面 让已经生态环境被破坏十分严重的 母星吞噬了深渊卫面的生命能量 从而重新焕发活力并且进化 而星球的进化 每更进一步 都会变得更加艰难 天龙星 天马星 在宇宙中都属于得天独厚的存在 才能诞生出超神级强者 它们那样的星球 如果能更进一步 就可以成就为神界了 当然 那一步所需要的能量 可能是现在它们所拥有的生命能量一百倍 甚至是一千倍 而我们斗罗星想要达到它们的程度 很可能也需要十倍 甚至是几十倍的生命能量 这就是宇宙中生命能量层次的不同之处 在你的身体里流淌着的血脉之中 有一部分来自于你的曾祖母 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 你的祖父就是曾经的一代神王 海神唐三 他的五魂是蓝银草和浩天锤 其中的蓝银草就来自于你的曾祖母 准确地说应该是蓝银草 所以 无论是我还是你 都具有着生命亲和体质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你曾祖母的身体里 也就是说 你曾祖母后来化为了生命之种 才诞生了永恒之术 因此 我们都和母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次 我的生命层次得以进化 也对母星产生了一定的反补 你的潜能要远远 大于我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能将金龙王和银龙王的血脉 和二位一 重新成就龙神 那么 你就有可能重建神界 而这是我和你娜娜老师都做不到的 按照我的估计 当你突破七环的时候 就要达到神机层次了 突破九环 就可以媲美我现在的力量 而当你走到九环巅峰 完成最终那一步跨越的时候 就是龙神重生的一刻跟你说 这些 是为了告诉你 在不久的将来 当你在不断的突破过程中 你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守住本心 不要迷失在力量之中 我们 都还要等待你爷爷 奶奶他们回来呢 蓝轩与心头一震 爷爷 奶奶 您是说 唐武林微微汗手 我现在已经想起了很多事情 虽然还不是全部 但我隐约记得 我的能力 有一部分是你爷爷亲自叫的 神界被时空乱流卷走了 却依旧存在 我能感觉到 他们正在赶回来 他们也一定会回来的 如果我们的神界能够回归 龙马星系 又算得了什么呢 蓝轩与道 神王和超神级强者 又是怎样的差别呢 唐武林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从感觉上来说 如果超神级是120级 那么 神王或许就是150级吧 那是不可逾越的天谦 是真正需要神王之位传承的天谦 外面的母星本源精华 虽然 暂时还不能让我们的星球进化 但他的生命层次 却已经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 这次你们所带回来的资源 有资格让你在其中修炼一次了 我也希望你能够借助这次的机会 去感受一下生命层次进化的奥妙 这对你的帮助会非常大 我已经跟阁主说过了 你的奖励 就是在这里修炼 直到完成突破 你的伙伴们 也都会得到学院提供的天才地宝列表 由他们自行兑换 好 我都听您的蓝轩语点了点头 唐武林抬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你先在我这里调整 当我感觉到你可以了 自然会送你过去 嗯 蓝轩语在原地坐了下来 唐武林坐在他身边 父子二人 一同面对着面前那荧光灿灿的荧龙蛋 海神隔一层 汪天宇眼神微动 向等待蓝轩语的六人道 轩语会留在这里修炼 你们跟我来吧 六人彼此对视 白秀秀有些不舍地看了楼上一眼 但还是都 跟住汪天宇向外走去 坐在乐公子身边 蓝轩语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就像是一艘小船来到了逼疯的港湾 再不需要有任何担忧 第1038章提升 生命本源 唐武林身上传来的 并没有强大的能量波动 或者是浑厚的气血之类 有的 只是那温和的气息 让他心生宁静的精神抚慰 再加上他身前的银龙蛋 银龙蛋上 也同样传来柔和的气息 那是元素变换过程中的奇妙感受 蓝轩语的心很快就沉浸下来 就连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这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啊 虽然他还对唐武林叫不出那两个字 可在他心中 却早已明白他们的关系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住 血脉自然流淌 魂力也在自然流淌 渐渐的 蓝轩语已经进入到了 物我两望的境界之中 精神力 血脉之力 魂力 全部内敛 三神合一 他全身上下都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住 但他并没有感觉到的是 一层层淡金色的光运 正从房间的四面八方涌来 落在他身上 如同水波荡漾一般 洗涤住他的身体 前所未有的舒畅传遍全身 蓝轩语的气息 却在悄无声息的变化住 见到唐武林和银龙弹 他当时的情绪波动太大 以至于 他甚至已经忘记了空之虫的事情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蓝轩语体内的血脉漩涡 旋转速度开始逐渐的加快 血脉漩涡之中地金色和银色 都开始变得明亮起来 低沉有力的龙银声 清月激昂的龙银声 在他的精神之海内回荡 精神之海与血脉漩涡自然沟通 桥梁彭扶随之开启 蓝轩语自身的魂力 也在他们的彼此沟通中 开始颤动起来 毫无疑问 相比于上次突破五环的时候 这次他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都没有太多积累的过程 所以 当金龙王和银龙王的气息 开始出现颤动和碰撞的时候 那隐藏在血脉中 强大的力量逐渐复苏 恐怖的气息 几乎只是一瞬间 就将蓝轩语从舒爽中拉拽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 撕裂般的剧痛 就在这时 一股清爽的气息 悄无声息地从头顶传入 传遍全身 那份清爽 在全身流淌 流淌到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之中 刚刚出现的剧痛 被悄无声息地抚平 但是 清爽过后 剧痛很快又再次传来 被抚平的痛苦又一次出现 于是 那份清爽也再次出现了 它就像是专门填补缝隙的 弥合剂一般 出现在蓝轩语身体的每一处角落 弥补住他的不足 填充住他的亏空 让他却承受着那两种 截然不同力量的冲击 唐武林此时已经睁开了双眼 面对着蓝轩语的身体 看住蓝轩语从头顶上落下的金色光韵变得越来越急促 越来越强烈 金色和银色的鳞片已经从蓝轩语身上浮现而出 分别出现在他身体两侧 胸口处的彩色鳞片也随之出现 让他整个人的气息似乎变得越发的不稳定了 这次突破 对蓝轩语来说 算是强行突破 按照他自己原本的设想 本来是要服用更多的天才地宝 或者是到冰火两一眼去修炼 以提升自身 甚至他也没想过这次就要突破 而是想要利用从天龙星获取的资源来积累 但唐武林给他安排的路 显然不是如此 蓝轩语并不知道的是 他现在所接受的 乃是整个斗罗星最纯粹核心的星球 本源生命能量的洗礼 龙神血脉固然强大 但以他目前的开启状态 斗罗星的星球本源还是足以压制的 唐武林要做的是 通过星球本源生命能量 来提高蓝轩语的生命层次 在身体和修为都没有达到神级之前 让他的生命本源先达到神级的程度 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度过六环这一关 这是用最纯粹的神级层次的生命能量 来洗涤他的身体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极其奢侈的行为 但对蓝轩语是值得这么做 唐武林突破到超神级之后 他一直在闭关 并不是巩固自身修为 而是在压制 压制体内的最后一道封印 当年 他之所以在诞生之后 被父亲唐三 从神界送回到窦罗大陆上 就是因为神界内乱时 苏醒的金龙王 想要趁着神界 面临时空乱流的威胁时 大肆破坏 最终被神王唐三斩杀 但在斩杀前的一瞬 金龙王强行剥离了自身所有精华 融入了刚刚出生的唐武林体内 要将唐武林撑爆 唐三在危急关头 在唐武林身上连下十八道封印 这才封住了金龙王的力量 可如果他在神界 持续吸收仙灵之气 封印依旧无法护住他的身体 所以才被送到窦罗大陆上 逐步吸收金龙王的力量 当然 唐三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如果神界在时空乱流的席卷下 最终破碎的话 至少还有血脉能活下来 唐武林的一生可以说 都是在和金龙王 注入他体内的血脉之力在抗争 不断地吸收金龙王的力量 却要压制那份 来自于金龙王疯狂的意念 直到当年和古月纳一起 涌动冰封时 他也只是破开了十六道封印 最后两道封印极其危险 万年的积累 为了救回古月纳 他终于还是选择了突破第十七层 突破之后 让他对神级的力量 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 超神级 也就相当于曾经神界的一级神底层次 龙神当年战败之后 被修罗神以修罗剑一斩为二 化为金龙王和银龙王 龙神无疑是神王巅峰的存在 哪怕一分为二之后 金龙王和银龙王全盛时期 也都有接近神王的实力 比一级神底要强大得多 但是 无论是唐武林还是古月纳 都不敢达到那样的层次 因为那样的他们 都有失控的可能 因为他们都不是完整的力量 没有神界的情况下 无论所在的世界能量层次有多高 一级神底都是极限了 这是宇宙冥冥之中的一种规律 想要进入神王层次 就需要有真正的神界 拥有神底之位 才有可能 唐武林如果继续突破18层封印 他首先将要面临的就是来自于 金龙王残存意识的最后反噬 几乎没什么可能抵挡过去 其次就是修为突破一级神底 被整个宇宙所排斥 没有神底之位作为坐标 他最终的结果只有自爆 古约娜虽然还没有跨入一级神底 但他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达到那一步 他虽然不会有疯狂的危险 但如果突破到更高层次 也同样会被宇宙排斥 唐武林现在自己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 而蓝轩宇却不一样 在蓝轩宇的身体之中 同时具备了金龙王和银龙王血脉 这两种血脉正常来说 足以将他在幼年时期撑爆 幸好遇到娜娜 以旋转直之法 帮他稳定住了两种血脉 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断地吸收 转化 融合成为自己的力量 他那血脉漩漩涡中央的彩色能量 就是融合而成的存在 虽然还不是真正的龙神能量 但这样的能量 也足以让他有了成为龙神的机会 龙神是不一样的 龙神的神底之位 其实一直都在 就在龙神核心之中 而且 龙神本身是巅峰神王 相当于创造神界的创世神 如果未来 蓝轩宇真的能跨出那一步的话 就算被宇宙排斥 他也有建立神界的可能 这片心域需要一个神界